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就是著名的那个纪录片 世纪行过 就是跟这个历史学家唐德纲 他们一起多年做这个张学良的口述 可以说跟张学良和这个赵四 朝夕相处过很长时间 但是呢 今天咱们先开始聊啊 我要从这个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 叫范兰钦事件说起 这个可能有些大陆朋友不见得很熟悉 在台湾炸了窝了 他呀原本是台湾这个新闻局 驻这个多伦多的这个秘书啊 可以说是官员公务员 但是呢 他很奇怪 他又在这个博客上用一个话名叫范兰钦 发表很多 照咱说就是支持一个中国的这个言论 结果你看台湾网络也很有意思 这些绿色的这些个网民呢 一下子就人热搜索 把他给搜索出来 说哦原来他就是范兰钦 结果闹到最后 马英九都是说身为公务员 你这个言辞反复 极为不适当等等等等 而且现在被开除公职了已经 您就是范兰钦本人了 您自己怎么看您这事 我这个事情是我捍卫的是一个中国 捍卫的是我们中国的宪法 所以我讲的我认为 中国的宪法 当然是中华民国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中华民国还承认是中国的话 那么我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一个中国下面有两个治权 我们这两个治权呢 将来在一步一步的走向统一 但是我们的主权是合一的 我说我代表中国 你说你代表中国 主权只有一个 那这就是我的整个 我的言论的整个基础 那么我反对的是台独 现在要否定我们中国的主权 想要分裂我们中国的主权 那么这是我反对的地方 所以呢 我的文章当然是这个东西 因为此我是爱国互宪的 保护宪法的 结果我现在台湾只有宣传台独的自由 没有那个捍卫爱国互宪的自由 这是最荒谬的一点 所以我被什么开除公职啦 什么我一点不难过 我觉得这是国家为给我的恩典 我就想到 因为我的文章是因为二二八 写二二八这个文章起来的 是非磨吃二二八起来的 我每年每年都帮这个陈宜讲话 因为我觉得陈宜是我们中国最清廉 最好的一个官员 他当时他当时是充满着爱心到台湾来 就现在被捂成什么屠夫啦 什么东西 所以我是写那个东西 我只是讲个事实 就算我讲错了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嘛 而且我以笔名写东西 不是以真名吗 我不是以 您的笔名使了多久啊 就那范兰青的笔名 范兰青那个写了三四年 因为我大概有 你使了三十年的笔名 三四年 三四年 我整个的笔名有二三十个笔名 对对对 为什么要用这个笔名呢 因为我是公务人员 我不能以我的真名出来写东西 人家可能认为 我这个代表我政府啦 或代表我这个 就不好 所以我们台湾 有时候政府 一些官员出来 也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 以真名出来 我都为了避免这个东西 我没有这样做 我这笔名嘛 笔名就等于 你是网络上的一个 普通的随便的什么人 你可能叫王八 可能叫王二马子 什么什么 这是你喜欢怎么取就怎么取嘛 所以这个是属于 应该是属于 言论自由的范畴 可是我以公务人员 我不能代表公务人员 出来讲话 这就不行 所以我没有写 所以我这件事情弄成这样 我觉得很荒谬 其实台湾是根本 那我觉得一个中国 这种言论在台湾 不可能就说 就您一个人发出这种声音 这种声音很多呀 应该 你想说李敖 不也是整天这么讲 对啊 他们有人讲说 李敖讲这个就没事 你讲这个就开出公职 他现在只这样讲 李敖讲可以 因为李敖是死老百姓 你是公务人员 你就不能这样讲 公务人员更应该可以讲了嘛 一个中国你在宪法的 这个这个放假之下怎么不能讲嘛 对 我就说 就算现在我们讲一个中国 因为台独的攻击 有点敏感 我也没有以公务人员身份来讲啊 而且就算我以公务人员身份来讲 我讲一个中国也是法定给我的权利 我本来就是要捍卫国家的宪法 公务人员本来就是要 依宪法而办事嘛 所以我没有错啊 这就说啊 我的感觉啊 实际现在台湾的这个官府上啊 包括马英九啊 他是两头都哆嗦 他因为有个民意嘛 但是到底什么是民意 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事啊 正好可以了解 就是在这个台湾岛上 当然看来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绿色深绿 讲究什么台湾独立 当然他们不知道这个可行不可行 没细想 但是你感觉 比如说都在骂马英九嘛 说说说是跟共产党好 你是什么意思 那么马英九这个自己本身 他也是哆嗦呀 所以尽管你说 你是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 出来的这个话 但是呢 他要照应这头的民意呢 他还是要表这个姿态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他们就显出里面很激烈的话 什么台湾人是台八字了 倭寇了 倭寇 倭寇 我是说二十八的时候 那些去杀中国人 杀外省人 那些人是黄明化的那个影响 因为他才脱离日本人的统治才一年嘛 你想他怎么可能改了过来嘛 我说这种人其实就是倭寇 我是这样子来讲的 我也说如果你现在 坚决那些深绿的主张台独 其实你的心态都是倭寇的心态 对我们中国人来讲 我是这个心态 对不对 台八字呢是这样子的 台八字其实就是 我们台湾话叫做坎桥啊 就是有钱的这个 那个 那个爆发富 第一主要的 比如说你现在大陆有这种现象 比如你的那个 是在城市的郊外的农民 你的土地呢被政府征收走了 可是因为这个城市扩张了以后呢 你征收了 那你就本来成为很穷苦的农民 突然变成爆发富了 因为政府可能补上你很大的钱 所以我们台湾有个台语叫砍桥啊 什么意思 那么我这个文章是说 我在谈一个中国的观念的时候 有大陆的愤青啊 就是网民啊 在那边骂我说 台湾呢又自由又民主了 什么才不愿意跟你大陆统一了 整个话的 我就呃台八子啊 他是说台八子才不会跟我们大陆统一了 嗯 那我就 驳斥这个人的话 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台八子要专政 对于这些台八子只有用专政的手段 嘿嘿嘿 懂不懂 这话北京人爱听啊 对我不晓得那个台八子 本来还不晓得台大什么意思 后来问清楚了 原来是当时台湾人到了 在八里年代 刚刚到大陆的时候呢 他们比较有钱 因此在上海 这的主要是话从上海传出来 他是可能略有一点贬义 不是很 不是很 就像那个叫做爆发副一样的 对 就像当年改革开放之初 北京这边的人管这个香港的那些辅商 叫港崇嘛 港崇一样的吧 他就有点有点贬义 这么个意思 但是也不是完全贬义 不是太安 很多人宁愿做港崇 很多人宁愿做台八子 没错有奸嘛 不过他说这问题啊 确实是说到 你看中国人呢 两岸中国人有一点 搞事啊 搞历史 你咱都知道228228 现在这个大陆人也都耳熟能详了 因为民进党一直就在说 是这个历史创八 民进党整出来的这个历史啊 我了解的就是说 228就是外省人 国民党当时这个国民党军 开到台湾 屠杀他们这个台湾本岛上的这个本省人 所以到后来 马英九不还在那道歉呢 忏悔呢 就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啊 他原来啊 他对历史有他的一个看法 他还带来一段 要不是他研究张学良呢 张学良228的时候 当然也在台湾 张学良怎么说228 他带来一段纪录片 咱们可以看一下 228事变时候 你在独工吗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 我在三里住的 反之在228事变 我怎么知道 他把我们封的菜里了 我们没吃的呢 哦 那那那是高山对我们很不错 哦 那时候没法的 他们都吃番薯 唯有我一个人还吃点米饭 哦 我们是有个山 在那山的那个过去到 外面去买饭 买买东西 都封锁了 哦 那么省政府的钱也不能来 那我省政府给 是 那那那那 那很严重 这个现在岛上 好像是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 感觉这个228呀 就是外省人 蒋介石国民党的原罪 对吧 当时是是是是屠杀 因为原来日本统治50年 后来叫光复了嘛 然后移做这个长官 到后来这蒋介石还把陈衣给枪毙了 那么今天你提出的这种观点 就是228到底是不是外省人杀本省人的一场这个屠杀 不是啊 是本省人杀外省人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查记丝焉 这件事情发生的 对 查记丝焉 我们丝焉是不对的 我们警察可以去查记 对不对 那时候有流氓去打这个警察 警察一紧张就拿枪出来自卫 一下把一个那个那个流氓打死 打死他就闹起事情来了 闹起事情来以后 那你说政府不对 你去打政府还可以讲吗 他在路上就大量的杀这个外省人 妇虏都杀的 就有点一个缩小的南京大屠杀样的 他就大量的 当时有统计死了多少人吗 统计在外省人大概死掉400 本省人大概死掉了600多 这600多是前面大概死掉了这个300多 后来军队进来镇压了他们反抗了 还有还有一点那个最后的部队跟他们冲突的 大概死掉400所以加起来大概700 千把人 外省人大概是800人左右 也是千把人 所以陈怡当时报回来的那个给蒋介石的报告 也说那个本省那个人死伤这个千余人 我们这边的外省的这个军公教人员损失这个800多人 他是这样也是这样 后来就夸大成说什么死掉2万人 那个后来甚至死了30万人台湾台高雄县那时高雄市那时候还不到30万人全死光了 就是乱扯 这个这个一般这个大规模死人的时候都是夸大数据的 历史上全是人都越说越多 谁也不肯忘少了说都是忘多了说 你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后来有补偿了 一个人大概补上150万人民币 150万人民币 你只要说在当时死的 不管你什么理由 你只要能证明说当时死都可以补上 结果以为等了至少一两万人 至少几千人 没有啊 最后等了半天才只有600人 后来说放宽 再放宽两年 也不过到了700人 就是已经是非常宽了 就我看他提供一些史料啊 真的是让我就以前没没没没见过 就当时的这种情况 咱们没想到 咱们觉得呢 就说台湾嘛 中国的嘛 但是你没想到 他已经统治日本统治50年 那儿的很多人 讲日本话 非常日本话 非常日本话 甚至还有说是 偏向日本的当地的这个士绅 在做主 他因为他涉及到一个人的 这个生长过程啊 就日本的马关条约以后 他是整整50年 他是他是一个鸽杖 就我们应该特别清晰这个概念 这个鸽杖就是我给你了 给你了 如果没有二战 这个东西就很难收回来了 那么这50年呢 日本人的教育呢 你不用问 这个当时台湾岁数大的人 全都会说日语了 他教育都完成了 那么他本身一个人的 什么是不是 这个 任祖宗了 关键是 他能不能延续成这根线 如果你没有受过这个教育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哪来的 所以很多人 他有一种很朴素的感情 就是说 我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 那我就去捍卫 这种冲突 你像台湾岛 尤其岛国 岛国是不仅仅是台湾 我们不能说台湾是个岛活 尤其一个岛形成的这种居住环境 它是封闭型的 我们历史上不仅仅说 这个是台湾岛 就是凡是这个形成岛这样的居住环境 人都比较封闭 都比较就自我 就自我保护 它是一种文化现象 所以你跟所谓就是台湾人老说外省人 是吧 外省人 我们看台湾还外省人 但是他为什么要跟外省人发生冲突呢 就因为这文化的一个冲突 我的眼睛大 很多人跟你冲突的人 可能终身没离开过那个岛 而且你看他这里边讲到的一些 当时这个骚乱 比如说杀这个外省人的人 你想这个人员 很多是日本军队里头的台湾人 他退役了 回来 那么他身上这个气味还是在的 又加上这种很多流氓 说那个时候开始弄那个陈怡 弹压不住局面 就杀这个外省人 打到 比如说我看他提提提提供的一些 比如说那个妇女孕妇 就侮辱啊 脱光了衣服 让他这游行 然后这个一刀 能把女的劈成两半 这种屠杀 还有强奸 这样的事情发生 到最后蒋介石说 但是陈怡犯了一个错误 是疏于防备吧 当时把这个军队调离了台湾 所以造成这个武力上好像都抗衡不住 当时的这个暴民的力量 这样子 台湾人还是很喜欢光复的 但是那个青年和这个退役的军人 就日本退役军人 他是把这个 清日的黄民化的思想是暂时隐藏着的 所以整个台湾的状况啊 中老年人还是对中国有点感情 因此他们也觉得 我们被日本统治不好 现在能够光复了成为四强之一 他们很高兴 那么陈怡呢 就觉得这个台湾很好嘛 很安静嘛 那么一年以后蒋介石来看这个结果 所以就10月25号 我们就那一年是台湾光复节 陈怡那个蒋介石来看了 看万民欢夫 蒋介石就很高兴 就在去日月谈完的时候呢 现在大陆观光客不是常去日月谈完吗 他去日月谈完的时候就跟陈怡讲说 现在我们国内要搅供了 那军队缺少 可不可以把这两个师啊 调回这个大陆 陈怡一口就答应了 他想陈怡想说 军队在台湾 我们省政还要去养他军队 而且呢 我们的军队确实军容比较落后 军纪并没有不好 那个时候刚到台湾岛 台湾人都瞧不起 说比那日本兵畅远了 这种东西 因为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嘛 所以呢 台湾人看不太起这个那时候军队 蒋介石也好意 他没有派最好的青年军 他是专门对付共产党去了 所以最好的军队 就送到东北去打 这比较刺激的军队呢 他就派到台湾来 这是安 这是等于是 缩点姿态 缩点姿态 保卫安民用的嘛 不是要打 结果这次发生事情了 陈怡就答应他调回去了 一调回去 不到三个月 就发生这个二二八事件嘛 所以现在都说 可是陈怡是好心 他如果真的是有欺压台湾人 他怎么会把军队调走呢 对不对 台湾人外省人都是坏人 为什么在二二八事件的时候 有很多本省人去保护外省人呢 对不对 这个正好怎么讲 如果是陈怡的政治很烂 叫做与政 是暴政 那为什么那么多本省人 去保护外省人呢 但是我问您 您这个阐释啊 比如说为什么 你这种观点在台湾 好像不占很主流的市场 甚至于包括你国民党本人 你马英九 不也在那忏悔 认错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是范兰青的事情 像范兰青这么伟大 这么好的一个人 怎么会被他们搞成这样子呢 完全的颠倒是非嘛 因为只要你代表中国 你捍卫的是中国这个概念 你二八的时候说 其实这都是我们中国同胞之间的 这种误解而产生的悲剧 只要讲这里的言论 都是反台湾的 不爱台湾的 就都给我们扣杠罪名 就要清算 就要整数 就这么简单嘛 但是这是台湾人 照你看他们的这个情绪 因为咱们在大陆也知道 网络上所谓的民意 其实也不见得是全部的民意 他不一定真实 就是我们过去老觉得网络上 人可能表达的更为真实 其实不是 他有时候是在一种环境中呢 把自己的某一点扩大化 而且有些人可能同时发 两种相反的意见在网上发 这都有可能 所以网上变得并不一定特别真实 政治表达呢 你说你你说你的这个自愿性啊 并不一定说 一定要藏在背后说 你可以站出来说 你比如您作为反弹青 你是在背后说 当你承认的时候 你就是站出来说 所以他说现在台湾呢 说是也是文化大革命 就是有有这么一种民民粹 或者我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是不是说在台湾 你要是讲毒 那么就比较讨好 你要是讲统 讲中国 你就会遭人群殴 是是个气氛吗 对 还要偷偷摸摸的讲 或者扭扭捏捏的讲 所以蛮久讲统的时候 都是扭扭捏捏 这个是个 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就是理论上 我们先从理论上推这个事啊 理论上百姓跟政府 永远是对峙的 你不要做一个政府 你不要想象老百姓会帮你忙 老百姓一定是给你添乱的 为什么他就台独会占上风呢 台独是最添乱的事 所以他就会占上风 政府一定要清晰 从一个国家来说 我们这个是抛开台湾 抛开这个大陆去说 就整体从政治结构上讲 这个政府就是管理百姓的 百姓一定是跟政府是对抗的 在台湾的情况不太一样的 原因是 这个政府是我们多数的民意 所选出来的 所以你是代表我们这个多数民意的 现在马英九所受到的困扰 所受到这些问题就是 他不敢去勇敢的代表 这个多数的民意 恰恰是这样 越少数的人越强烈 一定是这样 多数的人犯不着强烈 你比如说我们出去去表达一个意义 大家都是这个意思 那我还强烈干什么 就没有意义 所以一定是少数人表达的时候 越为强烈越为极端 这是肯定的 你极端你要强烈是可以 但是我们政府应该说 你那个 这是你的言论自由 我可以容许你讲 但是你政府不能够站在他们立场 把一个捍卫我们多数这个价值 多数我们的宪法还是一个中国的宪法 捍卫这个价值 捍卫这个宪法的人 把他给惩处了 把他给那个迫害了 你不能这样子吗 你可以让他讲 也可以让我讲 你不要去禁止他的言论 不要禁止少数的言论 但是呢 你要保护多数人的利益嘛 今天台湾就是不敢去保护多数人的利益 不敢保护我们的宪法 不敢保护一个中国这个概念 那么扭扭捏捏的 反而去凑合那个台独的概念 但是如果他真保护了这个概念 是不是就丢选票呢 不会丢选票 你怎么选上来 就是这多数的支持你嘛 有700万票支持你嘛 你何必为了 你想要搞到1000万票吗 再去讨好那800万 像300万弄过来 不可能嘛 他有那个感情 你改变不了他的 有的不是凭理智可以讲得通的 你也知道成多人是凭感情 因此你只要好好的 做这700万人的事情 而这700万人是合乎我们这个 整个岛的一个最大利益的 你只要坚持这个东西 我们还叫 谁千万人无网仪 对不对 无网仪 还有这种气度 现在你是千万人 你怎么不敢网呢 这个对小马哥要求太高了 枪枪三任性广告之后见 您刚才讲到一点 就是说台湾人的这个感情 这个感情是什么感情呢 对于这个对岸 到底是什么感情呢 我觉得这个感情是后来被扭曲以后 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嘛 都是汉人嘛 我们还不是这个少数民族了 我们都是汉人这个区 可是他们这个感情 因为被日本人统治 我就几个理由 一个是被日治五十年 一个后来加上反共 反共了六十年 再加上本来都有点本土性 那个有广东人 广东人去海南 有点好人去这个本土 再加上有外国势力的介入 再加上那种什么 什么西方的这套东西 所以这五六种东西加起来 他就大陆对台湾 可以说是人自益尽 你看AGAFA 现在温总理说 我们还愿意浪力 还愿意浪力 大陆对台湾真是已经是 非常非常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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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尽了好事 可是越做 你以前很凶的时候 我们的知识筒的还有80% 反对知识毒的只有20% 现在等于倒过来了 知识筒的只剩下到20%了 好像大家都不是支持台独 就支持独台 有80%了 可是你给尽了他的利益 给尽了好处 我请你不要离婚 房子也给你 妻子也给你 你不是这个郊外不好 我给你那么朝阳去来 都给了 他怎么还越来越毒呢 这就是因为他那个感情 分离久了 他就是 一直会用的感情 一直炒作 而且就是他刚刚讲的心态 就是 好像跟这个统在对抗 跟中国在对抗 好像就是人民跟政府对抗 一样的 好像是政府 他不晓得13亿人民 现在大陆所反映的是 13亿人民的利益 并不是单独共产党的利益 就支持这个统统 你不知道台独的这些人 他是从内心认为 他真能毒吗 我觉得他就是闹事 很多人离婚 他离婚知道他损失很大 但他没有感情 他还是要离 他就是在炒 我们也知道他不一定离得成 但是他就每天闹 我这个先生就跑了 对不对 像我们的先生 这帮人头脑很会计算的 现实 我觉得就是个操弄一个情绪 你真的 你说你读 你得能读 你敢读吗 你到陈世编的时候 你当总统 到所谓总统了 你也没读 真正 真正要 假设他要读的时候 他肯定很后悔 所以这个情况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不是说读了以后就好了 一定是很坏的结局 这是 我想明白的人都能看得非常清楚 是啊 就是他们在弄这个事 是在干什么呢 感情嘛 有人感情 我不爱你了 我宁愿吃地瓜喝稀饭 我也不跟你那个好 就是这种态度 所以我还说就是 百姓就成心跟政府作对 就看你干点事就不舒服 整个中国看成一个大政府 他不晓得这中国是13亿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